我們看第五題 它說將這個式子把它展開 然後集相以後就同類相合併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它說X24的係數 它是小於多少 它的係數呢 它是小於X10 Y7次方的係數 我們知道這個X 這個展開來等於多少 這個展開來等於K等於0 到12 這個是X 平方的K次方 然後再Y號多少呢 這是12-K 8乘法乘以C 12-K 那X24是K等於12 K等於12的話是係數多少 係數的話就是1 所以係數是1 係數我們就用那個C好了 這是C24好了 C24等於1 就是24等於1 那這個呢 這個係數是多少 係數是7次方 那如果是7次方的話 或是說是14 14的話 14的話是K5 那K5的話是12-H5 12-H5 12-H5的話當然是大1 也就是這個係數 他會比這個係數要大 所以的話呢 這個 這係數小沒有錯 所以這個1是對的 因為這個係數只有1而已 所以1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 再我們看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的話是說 x這個12次方 跟那個y的6次方 那這個如果12次方的話 K就是6 所以那係數是C12-H6 他說小於的話 小於這個是x的10次方 y的7次方 那這是5 所以那係數是C12-H5 那6跟5的話 我們知道說 這個2要是展開的話 他那個這數類就是 C0 12取0 12取1 12取12的話 他有所謂的單風性 單風性就是說 他中間那一個 中間那一個的話 應該多少呢 應該是6 6到這裡的話 有0到6的話 有6個間隔 6到12的話 也有6個間隔 所以的話 應該是C12取6 這個數是最大 因為他總共有13個數 0 1到12 總共有13個數 13個數 13個數的話 你就是13-1 除以2 這是6 6加S 第七個數 第七個數 就是C12取6 因為0的話 是第一個數 所以這個數最大 他這個數的話 他就是說 從C12取0到C12取6的話 他越來越大 再來就下降 這個是第七個數 這兩個數 這兩個數是一樣的 都是1 所以這個數 一定是比這個數大 因為這個數是最大 所以第二個選項 是說 他說小於 他說這個數比這個數小 所以當然是錯的 所以第二個選項是錯的 再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是說 x的14次方 y的5次方 他的係數 這是14 說是代7 這是12取7 他說是小於x的10次方 然後y的7次方 那這個數 這個是C12取5 那這兩個數一樣 因為中間那個數最大 他是左右對稱 這兩個數實際上是一樣的 所以第三個選項 應該是一樣 不是小於 所以這三點是錯的 讓我們看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 是說 x的8次方 跟y的8次方 他係數多少 這是8次方 所以 這是4 這是C12取4 他說係數是小於 x的10次方 y的7次方 就這一個 他說係數是4 小於他 好 那這小於他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他從0到6 他是越來越大 那4再來是5 所以這個數比他小 這是對的 所以4這個選項 是對的 所以他應該選1跟4 是4個選項 是4個選項 3個選項